台北市民女子拿了50张的百元美钞到银行要换新台币 结果被行员发现竟然是未钞 警方到场之后女子公称美钞是朋友给的 朋友也因此被约谈到案 尽管朋友便称这个钱是在中国经商拿到的 并不知道是未钞还是被警方依法送败 过年就快到红衣服人抓准时间赶快到银行换新钞 但交给行员的一点点百元美钞 行员越看越奇怪仔细比对发现竟然是假美钞 一张张百元的美钞摊开来 里头没有一张是真的全是假美钞 事发就在北市中山区松江路上 这名离心妇人16号拿着50张的百元美钞 想到银行换15万新台币 结果被行员发现是未钞 还公称这钱是朋友给他帮忙换的 而警方获报后循现约谈女子的好友导案 好友则说这点美钞是先前在中国经商时收的 并不知道是未钞 但不论值不值勤使用假美钞 就是得依法送办 早期的旧版 就是全部都是黑白的 那个就是防伪比较跟不上时代 被俗称超级美钞泛滥 所以说他们才赶快改版 真假美钞比一比 不论是透过了触觉视觉 立体感或是颜色都很相似 不偿经手的民众就很容易混淆 使用未钞最高可以处10年有期徒刑 并科15万罚金 过年换新钞民众可得多留意 不论美钞还是新台币 到手时都得仔细观察 免得换钞不成 吃上行则 记者呈将刘淳伟台北报道